近日来本土疫情是再度升温 台东县政府为了是防止传染链扩散 28号晚间开始 针对了现在的小吃部 卡拉OK等娱乐场所来进行联合机查 要求店家和消费者 必须要符合防疫规定 才能够营业 严防休闲娱乐场所造成传播风险 警方大阵仗走进包厢内进行机查 会同卫生局的人员 检查每一位酒客与业者的小黄卡 确保他们都有符合完整接种疫苗的规定 国内的本土疫情再度升温 台东也受到波及 三天来新增了十个确诊个案 因此县府宣布针对容易传播疫情的娱乐业场所 执行扩大联合机查 从业人员还有消费者的一个检查 28号晚间 由财经处会同警察局卫生局 还有移民署专情队等单位 兵分两路前往台东市与重谷地区 展开为期三天的联合机查 确保这些店家与消费者符合防疫规定 进入消费的顾客至少三剂接种的疫苗证明 才可以进入来消费 然后针对八大行业的从业人员 必须要接种两剂且满14天 而且如果第二剂已经满三个月了 应该要接种第三剂 从今天开始到4月30日 每周竟要做一次快筛 快筛结果是阴性 才可以从事服务 台中警方配合县内各单位 深入卡拉OK与小吃部等店内 每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连续三天大动作进行机查 为的就是要守护好乡亲们的健康安全 毕竟狭小的包厢内 大家把酒言欢 敬请还唱 制造了病毒传播的绝佳机会 希望店家与消费者 能够完整接种完疫苗 并提高警觉 遵守实联制 落实防疫规范与个人防护措施 一起来共同守护台东 记者杏仁 桃东市报导